相信很多年轻朋友跟我一样喜欢跟好朋友们相约在KTV里面欢唱 然后喜欢点一些非常欢乐动感跟很容易带动气氛的这些歌曲 刚好很不巧的我的唱一首歌这张EP里面也有收录了一张 不是收录了一首非常动感也很适合在KTV里面跟所有朋友欢唱的歌曲 它叫做彩色party希望有机会的话也可以听听这首歌 然后希望你们把这首歌学起来就可以跟你的好朋友在KTV里面欢唱 最好还是可以一起dance 再来就是谁是我KTV的咖 虽然我真的很不想提这个人的名字因为他实在太会唱了 他就是我的同门师兄信 为什么说很不想提起他的名字呢 因为其实我们一票朋友去KTV里面的时候 就大家本来唱得很欢乐 就是觉得去KTV要好好的展现一下自己的歌喉 但是只要信呢 他一拿起麦克风随便唱个两句以后 所有的男生就会开始就互相看了一下 然后就开始吃桌上的东西 然后喝桌上的饮料 就是因为他唱得太好 没有人敢就是在他面前雕虫小脊这样现丑这样子 所以 所以希望跟信一起去唱KTV的人呢 你自己要好之为之了 先把歌练好 然后去跟他唱 跟他拼歌 我觉得应该是蛮有趣的 但是他真的很会唱 要拼赢他真的很难 是的 我在发现我个人首张EP唱一首歌之前呢 其实我也有做了很多音乐上面的尝试 相信大家最耳熟能想的就是我之前组了一个KLOBA乐团 跟Eddie、张军令、伊藤千晃还有李国义 组成了一个梦幻的走跳、搞笑、耍宝 然后又唱又跳的一个天团 虽然我这一次呢 算是单飞 没有 我们是各自发展 但是我们不结战 所以我先脱离了KLOBA的乐团 然后先发行了我个人首张EP 其实跟当初所有团呃 跟所有团员一起在宣传的时候 感觉非常的不一样 因为那时候在跑宣传的时候感觉 很像是团体战 然后有同班同学 这样彼此照顾照应 反而是这一次的宣传就会变得是 自己要面对一切 有点是孤军奋斗的感觉 但是其实每一个 每一次的宣传活动 让我感受到的 学习到的东西 其实都很不一样 其实我自己也在做了很多很多 脚步上面的调试 跟你需要去学习到很多的事情 也跟我之前在宣传戏剧的 工作形态也是非常不一样的 所以我会继续努力去调整自己 然后去开发一个 自己也不认识的一个正元唱 希望这个全新的正元唱呢 希望让所有的听众朋友 还有观众朋友 可以有一个耳目一新的感觉 好不好啊 接下来再为大家介绍这首歌曲 请听听看哦 是的刚刚是我的同门师姐 林依晨 她的最新作品 我觉得我们两个真的非常的有缘分 因为之前在很多的戏剧上面 有一起的合作 然后刚好这一次呢 也有缘分在同一家唱片公司 Avex一起做同门的师姐弟 我相信在未来会有很多很多的 合作的机会 可能是音乐 可能是戏剧 可能是 就有很多太多的可能了 相信喜欢林依晨 或者喜欢我的朋友 请你们也期待一下啰 我在发行我的个人首张EP唱一首歌的时候 其实在公司有遇到依晨 他给我很多很多很多的很宝贵的一些经验跟分享 因为他其实也已经比我先乱了一圈宣传期 然后跟唱片的这个部分 其实我们每次相遇在一起的时候 其实我们就是把握时间去交换彼此的心得 然后我也会给他加油打气 他也会给我加油打气 但是一个非常照顾师弟的一个师姐 也非常谢谢他啦 希望唱一首歌这张EP 林依晨也会喜欢 马上要跟大家报告一下 就是这个礼拜天呢 10月4号在台南跟在高雄都会有我的签唱会 所以如果大家礼拜天在家里屁股坐着有点硬的话 可以到户外来走一走 我们一起在签唱会上面 跟大家见面一起同乐 如果你有什么不懂的话 可以到Avex的官方网站上面做查询 网址是www.avax.com.tw 接下来是要秀一下 其实我的两个最新不一样版本的EP呢 很多人会问我说喜欢哪一个版本 其实我还蛮喜欢这只海豚的啦 有没有看到是贴近版的这只海豚 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呢 这是我个人最新的EP 已经在各大唱片行 已经开始可以买得到了 所以请大家多多支持咯 那我们就这样 说声再见 拜拜